铁头娇的交代 让弘历听得心动神谣 双目发呆 尽管早已隐隐感到 这位三哥是几年来身边怪事叠出的冤走 一旦证实了 他还是深深的震惊了 居然出资几十万两银子 收买江湖黑道人物 穷追数百里 苦苦的要自己的性命 想着红石平素温存一让 彬彬有礼的模样 那带着恍惚神情 莫测高深的笑容 红历竟不自禁的打了个寒碜 如今怎么处 继续和光同尘 装迷糊断然是不成了 但要揭发此事 历时又要轰动朝野 老一辈子八爷党 余波犹哉 礼服谢继事结党案 方兴未爱 曾经一案尚在审理 突兀又是一个骇人听闻的 三爷谋敌大案 一直动荡不安的朝局 到哪一天才能安定下来 但若隐忍不言退让 又事关自己前途 身家性命 一旦红石得志 雍正百年之后 自己想做个红咒那样的安乐功 也是妄想的 他咬牙思想着 一时拿定了如意 冷笑着说道 我已经让他多次了 杀人可恕 情理难容啊 有这个虎狼心肠的兄弟 为君为臣 都是个不得安宁 他宁笑着看了看 无瞎子和铁头娇 吩咐他 起来吧 话说透了 我们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不除掉后患 我就抬举你们 也架不住别人整治你们 要想清楚这个理 四爷 您的意思我明白 无瞎子反应快 江湖上头 整个堂主会主 都投着下药 打翻一锅汤呢 何况这么大的花花世界呢 有什么吩咐 您只管说 说不上完全是我的事 与你们也不少相干 现在不拿到那个矿师 也说不清楚河南这事 河南的案子 悬着破不了 李卫总有一天也吃挂落 此番我要斩草除根 你们助我一臂之力 秦邝师爷的事 就落在你们头上 他要躲在三爷府不出门 活捉 只怕难啊 哼 只能活捉 杏邝的手里 走了这位铁头骄 他就得防着自己 是第二个谢师爷 叫人家灭了口 我断他 宁肯逃出去 再不敢 还待在三爷府 这个人 教给你们两个 办法 你们去想 我小的 姓邝的 在南市胡同 养着个李大姐 咱们那里捂着他 准肠 那今晚 咱们俩 掏他的窝去 弘历当晚 就歇在书房 却是心潮澎湃 想东想西 折腾的通宵难眠 好容易到后半夜 才朦胧睡去 那到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日上三竿了 他轻松着眼 劈一起身 茫茫的 要了青岩 擦牙漱口 笑着说 哎呀 从来没起得这么迟的 尽亏在这边 审办案子 有差事 不然已经误了 过去给皇阿玛请安了 正说话的时候 刑剑敏进来 把当日抵报 送到燕红手上 刑部立大人过来了 也见不见 红利 碾了一块点心吃的 老利还和我闹客气 请进来吧 说着看那底报 几行题目映入眼目 云贵将军 蔡挺 奏和阳明石 撕寇严睡 请旨 查拿赵准 不译 原成亲王云旨 斩立绝 旨意 着不在意 允额 请旨回京养病 旨意 着张家口知府 就地征集明医辽机 回京市 勿庸医 于鸿图 奏请 疏开 兴计和故道 以召集民工一半 请旨 补给 何工银两 红利只 细看了 杨明石 得罪原由 却是 未开云南 而海 私征 盐睡 翻他的奏变 折子 却没有 来不及 整理一下 思路 丽亭仪 已经 进来 请安了 红利 一边叫起 一边笑道 只意 问曾静 那些话 早都 一条条 开裂 清爽了 你问 我问 还不一样吗 卑职 来见 王爷 不畏审 曾静的案子 立庭 一端端正正 坐着 一副老学丘的模样 今儿 回部 说要出 礼服 几个人的 红差 去了 礼宗中 奸展 我来 见见四爷 礼服 就有罪 也不该 死罪 想请四爷 面见万岁 请万岁 开一线之名 恕了他吧 说罢 眼圈 便觉得 红红的 红利 腾得 站起身来 又翻底报 只有 只有武庭 罢职 回乡 永不去 用一条 并没有 礼服 展 立决的 旨意 立庭 一 在旁 说道 刚刚 接的旨意 提出 礼服 人犯 四明 至五门 外 后 展 红利 不禁 愣了一下 推出 五门 问战 其实是 细词 就是 前明 政治 昏庸之时 也只是 把 范氏 大臣 拿到 五门 外 停账 房里 停账 雍征 怎么这么 处置 思量着说道 哎呀 我去 唱春园 你去五门 看着礼服 等着我的话 再下刀 说吧 二人匆匆 出去上马 各奔东西 红利在唱春园 双闸口 下马进来 直奔 淡凝聚 此时 已满天放晴 园中 到处堆了 雪狮子 雪像 雪咪的佛 白灿灿 光闪闪 一束束 银色雪挂 枝条 盘吃交错 浓绿的 长青竹叶上 片片挂着 晶莹 药木的雪 仿佛在 缓缓流淌上 还有心事的人 也顾不得心惨 静屈身 来到了 淡凝聚 便听 里头 雍正正 生气 红利 进来吧 红利 一脚 跨进殿 阴屋 李安 烧定了定神 才看清 雍正 在正殿 大案上写字 彩霞和 乔隐地 一头一个 扶着纸 慢慢的挪动 红利 请安 并不起身 正要说话 雍正笑了 你的来意 朕知道 不过是为 礼服 谢继事 起命吧 红利 被他一猜 一个中 不禁笑道 圣上明鉴 何尝不是啊 儿臣 已叫 力庭仪 去了武门 等着 儿臣 请旨的消息 哼 请狗儿 去武门 一趟 就说 宝新王的话 叫力庭仪 回养风家道 办正经 差事 红利啊 你就在这儿 等消息吧 请阿玛 告诉儿臣 个准 不然就是 在这儿 伺候着 我这心里 也心身不定 杀的是 陆生南 和黄振国 礼服和谢继事 有罪 但罪不至死 朕要他们 陪陪发场 收守他们的 党员之心 红利啊 你也是 几经生死之人 要知道 单是读书 是补偿的 学问 还从历练来 叫礼服 谢继事 渐渐写 要比他们 光读四书 有用得多 红利一颗 忐忑的心放下 无论如何 礼服的命 先保住了 人陪叫 礼服 有娇柔造作之处 这个儿子也晓得 人家送礼 他不收 人家走了 他懊恼 这就心地不纯 也太爱鸣 他有克制功夫 伤人造出来 就是给凡人用的 克制 总比不克制强 爱鸣 总比徒利好 他青脸 有这一条 杀了就害大于利 这话 拆尽于礼 起来吧 红利起身 凑近来看 见雍正临写的 是凯书大福 正是孙家干的 言三事 不禁吃了一惊 尸口说道 皇上要张挂 这幅奏折吗 不 朕只抄写一下 聊以自戒而已 其实 唐太宗 也挂过魏征的 实践不克中书 孙家干 就是朕的魏征啊 也没有什么挂不得的 今早已经发了旨意 孙家干 进文华殿大学市 给他升了两级 就这份奏章 他也当得起 他一边写 一边注了笔又说 孙家干 与礼福不同之处 他心中只有君 没有他自己 礼福是一心一意 给自己立功立名 这就是区分 你明白吗 朕那天大动肝火 并不为他说 亲骨肉的话 难能的是 他敢言 人之不敢言 朕当时 以他 庭纳娟 是为科举党员的人 说话 仔细看看 没有这个意思 写奏者也没同别人参着 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的大帐子 又是忠心一骗 措辞再激烈 朕也受得 照样升他的官 先朕为将 一口催在 进文公的脸上 文公事面认错 那是圣贤哪 朕就学定了 进文公这个度量 他偏转了脸 盯着弘历 你 也要有这个度量 懂吗 自今而始 你要有太子的心胸办事 学习孙家干的 为臣之心 也要学习 朕的为君之道 弘历万万没想到 雍正竟然当面 以太子相许 听力轰然一声 顿时狂跳不止 忙双膝跪下 皇上春秋定盛 说这个话 儿臣断不敢当 即为儿臣记 皇上此时 也不宜这样说 先帝历历太早 致使兄弟相称 至今余波不尽 宁不使人畏惧 宁正的精神 看去很倦怠 但又很平静 未然一叹 哎呀 你不知道啊 昨夜这里是通宵热闹 红咒 方鲍 张廷玉 俄尔太太 天明 才退出去 徒里臣已经奉旨 暗地拿下了红石 此刻 朱氏和孙家干 正在抄减三贝勒 那个贼窝子呢 啊 红利惊呆了 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也不敢相信 方才的话 是从雍正口中所出 浑如梦中一样 晃了一下头 结结巴巴地问道 三哥 他 他 正在这时候 高无庸挑脸近 红利惊争间看着他 眼圈红的发暗 显然也是通宵未眠 跪下正要说话 雍正问道 王振国和陆生南 处置掉了 回万岁 已经杀了 高无庸说道 乔尹帝和彩霞 也都心头那么一颤 脸色立即 变得苍白异常 高无庸 刚从发场下来 似乎还有点 鱼精未兮 口吃的说道 黄振国说 辜负国恩 罪有应得 陆生南说 想不到一篇文章 送一条命 李福 李福和谢细世呢 李福是奴才问话 奴才问他 如今知道 田文章好处吗 高无庸看着雍正的脸 小心翼翼的说道 当时 当时李福 撑着胖子说 陈至死 不以为田文章是好人 谢继世也问的这句话 他说 田文章是当今周星 来俊臣 奴才不懂 他说 没来由 叫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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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才懂 奴才 就回来 负命来了 书中暗表 周星和 来俊臣 都是 唐武则 天使的 酷吏 雍正脸上 四杯四喜的 望着阳光刺眼的 圆子 仿佛要出尽 胸中的玉器 长长的 叹息了一声 哎呀 传指 李福 隔去 顶带直贤 带罪 去黄齿城 转修 八旗通志 归方包管辖 谢继世 发往 阿尔泰 在军中效力行走 弘历在旁说道 阿尔泰 离中原近万里 蛮荒布毛之地 谢继世 文弱书生 还求皇上 从轻发落 那里不像 你想得那么糟 平郡王福鹏 驻守在阿尔泰 福鹏几次 在阵跟前 夸奖谢的 品行学问 不会给他亏齿 中原各省 你叫他去 下头的官 西图迎合 阵意 说不定 就作践了他 或者 再寻出他的不是 你说 杀是不杀呀 皇上 皇上 圣明 弘历 这才领悟到 雍正的心力 说到底 还是慈祥的 一个冲军 伐配 还有许多学问 他也 受起立不小 但此刻 他更惦记着 红石的事 昨晚自己 还在 为捉 邝世臣 这个人正 大伤脑筋 想不到 一觉醒来 敌人 一一入 淋雨 这世界 也太不可思议了 红历 还在思量 如何把话题 扯回到太子 一提上 雍正已经 开口说话了 红石的事 你不要管 他不交部 赈案加法处置 你从此 要监管 军机处 上书房 和兵户 两部 一来 习学政务 二来 也带朕 担心劳 朕已经 看了你 多少年了 别无吩咐 在这个位置上 只求 防危 杜剑 四个字 你听说过 农夫进城的故事吗 一个农夫 穿了新鞋进城 天刚下过雨 泥泞不大 他懒了懒 以为小心点 鞋就脏不了 就没有脱 走了一阵 鞋底就污了 他还是很小心 仔细挑着干的的地方 跳着走 鞋帮上 一会儿也是 星星扁扁 沾了泥 再走 再走一会儿 人多了 互相见着 鞋面上也污了 他就又想 哎 反正已经污了 也不条路了 也不必污水挖了 不到城门口 新鞋就已经湿透了 污的成了泥团一般 红石原来穿哪 何尝不是新鞋呀 他不晓得这四个字 自己把自己弄得 人不人 鬼不鬼 朕见他落到这一步 也是难过呀 他说着 已经是流下泪了 眼地忙将毛巾捧过来 万岁 从半夜到现在 说起来就伤感流泪 三夜不好 已经拿下了 你也犯不着 为这种人生气难过 雍正一边擦脸 泪水还在往外涌 哽咽着说道 朕的紫色远不及胜足 朕兄弟三十五人 叙齿的二十四个 活成的二十二个 儿子呢 十个 只活下来三个 同时 又变成个 诸口不如的抽签 天哪 朕是前世作孽 还是今世良德 叫朕一日的书心日子 也不得过呀 他浮在龙岸上 浑身都在剧烈的抽搐颤抖着 泪水涌出来 孙家干的奏稿抄纸 都湿了一大片 满殿的内侍公女 从来只见过雍正 嬉笑怒漫 或刻薄讥讽 或高谈阔论 或言语暴躁 或温馨疑人 谁也没见过 这位刚毙强悍的皇帝 如此伤心落泪 红历高无庸 和隐帝几个 将他扶到东暖阁 做好做得哄孩子似的 说了一阵子安慰话 雍正大约是累极了 眼上带着泪花 沉沉的睡去 红历像睡着了的雍正 默默一躬 退出殿 静往运松轩 这里已经挤满了 等候见红石的大小官员 都还不知道 红石已经出事了 见红历进来 忙其站起身来让道 有的人还小声击哭 四爷既然来了 三爷也就该来了 突然内漫一动 张廷玉闪身出来 向红历一躬身 又转脸对众人说道 众位 三阿哥红石王爷 身子欠安 皇上有旨 四爷还回了办事 监管军机处上书房 和兵部户部机宜 并带批玉折 我这里交代一声 凡是部里军机处 能办的事 不要到这里特批 我们做不了主的 自然要请示 宝金王爷 从今天起 军机处和六部 都在这外间 派有张经官员 随时联络 大士小情 都来这里 搅四爷 我知道了 是不一的 可明白了